多多多多多睡一点 你好心 心快啊 跟你们一起忙活我就开心了 我教你这样 这手法好 这手法感觉跟打鼓似的 不要不要走啊 我们又从没进 上到老人 下到小朋友 一说到雷米茶 人人都喜笑颜开 大家都会一起制作 一起吃 所以在他们心中 雷米茶也代表着团聚 来 来 帮忙我们来炒这个 好 炒米了啊 我炒米来啊 好好好 眼里这样子 又焦了 阿姨这热心啊 这样子呢 这样子 跟那个卧位快了差不多了 这边过来 这边过来 会了会了会了 这个米有什么用一会儿 做茶用 等下去拿去雷吧 那为什么没炒过再雷啊 炒了就有香味啊 从没炒从来就香味呢 制作雷米茶 先把鲜米放到锅里炒香 然后放到雷锅里 在大姐们一圈圈 一次次雷打中 鲜米被雷成了米粉 米粉做好了 还有一大桌子的食材 需要下锅炒制 味道调查员 简单数了一下 总共有十多种 食书和豆制品 这么多食材 只为成就一道雷米茶 味道调查员 越来越好奇 这个雷米茶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炒豆腐 哦 炒豆腐 轻轻炒 这豆腐容易碎 不慢慢碎 还要炒什么吗 炒米奇了 我们自己做的那个米奇 哦 这个到什么程度 我不闻起来 那是香会出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起锅了 好 闻着香嘛 还行啊 炒萝卜 炒姜豆 炒豆腐 炒韭菜 炒青豆等 丰富的食材 也体现了如今 人们生活的富足 各国产品 炒豆腐 炒火 炒火 你炒火了 做事了 回来了 在那打米糕了 低一点 低一点 量那么高 低一点 这朵就粘稠了 对了 它就粘稠了 咱们现在准备把这个料 破进去 破进去 需要加什么的 连加这个 豆腐 好 等于是咱们熬的时候 是只熬这个米粉 对 而其它是加进去的 是吧 哦 这样子 倒进去 请倒进去 这个粥感觉特别粘稠 锅中的水被烧得滚烫 将米粉倒入锅中 不断搅拌直至形成米糊 少许食盐调味后 将所有食材全部倒进来 一盆盆食材倒入米糊中 看着很是喜人 这也是当地人幸福生活的体现 大伙儿吃米茶吧 不急不急啊 每个人都有啊 这才叫过年的气氛 我现在终于要尝尝那米茶 什么味道啊 好吃 这个好这个好 我感觉在冬天里边 喝上这一碗米茶 我就瞬间就不稳了 来干一个 好 刚三 净小四三 春节快乐 好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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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宁都人说 看来各种美味的食材都可以入茶 风俭游人 胡大姐说 雷米茶软糯非常适合老人吃 是敬老燕必不可少的美味 明镜头 还有鸡的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